第一次禪七后,过一段时间,我跟师父说,师父,我想可能我要出家了。师父说,嗯?好了。 第一次禪七后几个月,有一天突然跟师父说,也许可能的话可以出家吗?结果从那个时候,师父就常鼓励他。 他说,好,准备出家。过一段时间,你要搬到大学时来,跟我们就在一起。 好,好,非常好。因为那个地方我很喜欢,准备搬到工。 回我的家去,跟我的父母谈话了,他们说好,可以啊,这样子。 在那时,我把我学习在学校,在冬季中,在冬季中,在学校。 然后,我找到女朋友。 后来我回学习,然后就开始认识了,放到她的女朋友。 然后,我们说好,想要握回学习。 好,很难过。 我觉得我很难过。 很难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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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,我当时许父说,我说,我说,我不要回家。 他骗我一下。 她說,Don't come up here for a while, so he told me not to come to stay away from大舊寺 她告訴我,我跟她談話的時候,她說,我不能記住這樣的弟子,失敗的弟子不能記住 好了,離開了,很痛苦吧 然後過一段時間,一個、兩個禮拜她給我打電話 對不起,你們中間的人聽懂了嗎? 然後我回到大舊寺去跟她談,她說,出家不出家不叫緊的 但是她還在罵我一下,一年、兩年、三年,一直就是這樣子 她給我介紹的時候,有人問我,哦,失敗你的弟子,這個弟子,這樣子 聽說,她很徒家,師父說,那,她退休了,她退休行了,退到行 那,我很難過,講這句話 那,日常發誓,她很慈悲啊 日常發誓,她告訴我, don't worry,不要擔心啊 師父就這樣給你, give you a lesson 就是給你教,教導,教訓 有一次我打電話,給師父在大舊寺 我聽日常發誓,她 pick up the phone,接電話 她 call 師父,聽師父來,師父就是說,她知道我 我聽出來,師父就說,她有什麼好話講啊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,不是團體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,問題就是 是, I approached the time to出家 and I knew that if I出家 in the United States I'm gonna live in a tiny little apartment and I like out of doors, I like nature, I like to be able to move about and travel and also I wanted to be able to teach and be kind of an academic, you know so as the reality dawned about the lifesty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as very stressed because I just felt it would be very burdensome 所以她那時候因為她知道如果她在美國出家 那時候的條件,她必須要住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公寓裡面 那個條件是這樣,但是她是很喜歡戶外活動 很喜歡去學術研究啊,教學啊這些東西 所以她覺得如果她要去出家在那麼狹窄的地方 她會覺得負擔很沉重 好像在美國做出家人不容易 因為沒有文化,對不對,沒有文化的基礎啊 So if I left home became a monk in Taiwan, maybe 如果你的廠文字要的話,她會很舒服 因為農場師說,很舒服,很舒服 是這樣的 好 謝謝 她以後會常常來台灣 她有機會來的時候,我們就再請她來 繼續說故事 然後請她多帶一些相片來 好嗎? 好 可以嗎? 謝謝 謝謝 那今天晚上我們的這個演講 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我們還有下一回是 幾號? 16號 6月16號 6月16號 我們就會回覆到正常 就是每個禮拜三晚上 有這樣的一個精神與師父有約的活動 歡迎大家繼續來參加 今天天晚了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